本文由明星粉丝团作者卢生原创 北京允许不得赚在最近在两周不大的时间里 赵丽颖和冯绍峰被大家奥运了四次了 要正面有正面的 粉丝有垂的垂 真的是很让人心疼了 两个人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呀 是在试水吗 看看粉丝是什么样的反应 然后让粉丝接受这个事实 慢慢的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了 因为已经声明组成熟饭了 感觉有一天 赵丽颖可能会同当红女艺人 因为恋情的事情口碑下话很多 而且除了赵丽颖不算 冯绍峰这些年传出来的维闻真的不少 当年和杨幂合作了工之后就火了 两个人被说在一起了 虽然否定了 但也是传过绯闻的人啊 后来就是妮妮 两个人合作了几部电影 之后在一起 后来在微博上和平分手 林远演了美人与火了 不管有多少的年龄差 两个人传出来绯闻了 而且双方都是笑而不语的态度 最后林远的朋友圈被曝光 才知道或许已经分手了 和郭碧婷一起合作 或多或少的也曾经传出来过这样的声音 明明有实力 可是冯绍峰这些年一步步凭借着这些绯闻恋情把自己的口碑给拜了 让大家觉得他不是喜欢炒作就是真的花心 这还是你们的冯书吗 正因为如此 一开始冯绍峰和赵丽颖传出恋情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不相信 觉得这是冯绍峰的风格 不存在什么真的假的 可能合作过了也就 没有了 可是现在谁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不过赵丽颖的粉丝们现在估计都已经接受了吧 毕竟短短的时间内遭受了接二连三迪失锤 应该也已经习惯了吧 可观上来说两个人在一起也没有问题 男为婚女为家的 最近两个人一直都在飞飞飞满满满中 看来感情还算是挺好的 估计会有结婚的打算吧 那就希望这两个人能够早日公开了啊 不知道面对那么多曾经和冯绍峰传过恋情的女艺人 赵丽颖应该如何应对 冯绍峰大概是圈中有过最多绯闻恋情的男艺人吧 本文内容均为明星本次团原创 转载请先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